新聞是三位 先訪觀眾朋友 再回來關心的是 行政院議長熱情地在12月後 是來到嘉義七 主持在中央派領域 都是前專基礎建設 及等級教學部的責任會 一個頭身體是當民來的體制建議 說希望能夠將收到嘉義七 以提醒地的領域的經濟發展 但是並沒有在到熱情地真面目的會議 等到是頭身體建議設立300億的分架到發展基金 熱情地在中央派領域 只要在行體資料可行的計位 行政院最后合定的經費應該是不止300億 行政院議長熱情地在12月後的報告 這次嘉義七 中央派領域 六四前專基礎建設及等級教學部責任會 嘉義七 中後身體參與行政團隊這次 同民向行政院議長熱情地提議 嘉義七 未臨到發展提款營後能化的困境 要改善後的方式就是這種收到 對台北宣告寒意 行政區的傳統可能是未來我們需要做的 不但可以解決城鄉的差距 這個宏觀的思維可以讓這個 嘉義線 雲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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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米線等等這種 有時候雲幣設施的等等 這個問題可以得到比較宏觀適當的理由解決 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說 以前縱北青藍的政策 應該改成縱北再藍 也就是說要遷都嘉義的意思 為什麼 縱北再青藍變成縱北再藍 縱北再藍如果遷都到屏東稍微遠一點點 如果到台南 高雄 台中 他們對於是怨俠士 不需要靠這個動作來提升他們的量力 他們已經非常胖了 那我們最窮的地方就在雲家 所以這個在雲家如果能夠親戶加以 我們這裡交通方面也在台灣的中間 然後高速鐵路也好 高速公路也好 最重要是我們這裡 因為廟長很大的發展 很多台東的土地也要 土地我們很便宜 所以在具體發展的話 可以帶動我們這個等於地區的發展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期盼 能夠遷都嘉義 市長的土生鐵騙到層東的鐵機 現今他中六千里的餐廠是沒有聽到一樣 當中並沒有作出任何的表現 但是他對著土生鐵 政府設立分架到發展基金三百億的經費 這是雙東台風來回應 解決地方的問題 所以讓地方能夠進步 地方能夠進步 我想台灣自然而然 就可以放前 向前走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不過我要提醒這個 土市長顯然稍微客氣了 他剛剛希望說 雲加加希望三百億 到最後你會發現 這三個城市行政院核定的應該不只三百億 要就是說地方有需要 我們是根據實際來做 地方有需要 提出的這個計畫確實可行 我們經過適當的行政院的審查程序 我們不會去設定一個金額 門檻 或者是這個天花板 或者是門檻 國際設立 完全是根據政治的需要 然後我們來推動進行 行政團隊到同意其基盤責任 強調是委員會來 露市的總統創英文前瞻基礎建設 和長照2.0兩行相當重要的政界 也希望建立中央和地方合作的模式 等同樣是醫生自身的內神 都在突批 自然若清潔對著 投身體前導的客戶並沒有回應 但是他當中答應 地方只要經濟實際訴求 提出確實可行的結果 行政一種的台風 總統合定報作經費 為責任建設善上大力 西新新聞通告兵 王秋山加義氣 彩虹報道